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 我建议潮信将重启 对高科的收购计划 洪总 做好了 现在游戏平台 已经可以免费地进入游戏 但是如果后面 想增加游戏体验 以及游戏时长 再增加收费项目 好 我马上拿到荆棋 去发布这个免费版本 咱们要好好打一把 免费游戏的牌 老邝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要利用我让高科降价 没有谁利用谁 我们只能说是 顺道之声吧 张长 你我都在做 自认为对公司最好的事情 我们俩的做事方式 的确各有不同 但你这次的做法 我真的没法接受 罗孔 我还是走吧 作为一起创业的兄弟 我想再挽留你一次 你的眼界的确比我高 也许是时候 去开闭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既然你执意要走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说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一个规模 这么多年呢我也是把公司当成家 可是到了今天我才领悟到 这个家呀 是你一生的岗文 公司呢 也许仅仅是 你生命中的一段旅程 很遗憾啊 我的这段旅程 走到了终点 我已经向董事会 正式提交了辞呈 江总 你 江 江总 请允许我 在这儿对各位 表示最深的感谢 走 都坐下 因为说真的 没有你们这么多年对我 一如既往的支持 就没有我江城的今天 所以如果将来 谁还想继续追随我江城 我们去共创一片新的事业 我在这儿做保证 有我一口吃的 就懂你的 我有什么 我一定让你们有什么 当然我也知道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这儿也绝对没有 强求的意味 因为我们潮信 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公司 是行业里的领军者 邝总 姚总的 那都是最优秀的管理长 留下来的 我相信 一定会有很好的前程 最后我想说的是 所有咱们销售部的 兄弟姐妹们 将来 不管走到天涯海角 如果我们遇上了 总能坐下来一起 喝喝茶 聊聊天 因为在我心里 大家永远是一家人 怎么样了呀 没事 小小的一半二年 行 骨头还挺硬 过两天就好了 我还要第一时间 赶回公司上班呢 我离开公司了 离开公司了 离开公司了 挺好的 头儿啊 说心里话 我和兄弟们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我们实在不忍心 看着你在公司里 受委屈 你放心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跟着你 易北 对 有你这些话 我真的放心了 傻笑什么呢 我今天要送 让我们成功收购高科的大功臣 一个礼物 闭上眼睛 你还记得我求婚的时候跟你说的话吗 怎么突然提这个呀 我说过 我要爱你一生一世 要做你这辈子最信任的人 我真没想到 你利用江城这件事情 又让公司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还让高科自降身价 得到了全公司股东的认可 你这是在夸我吗 不过江城这次走 又带了那么多的销售一起走 真不知道 之后潮信该怎么办 他要走 我们也强留不了 还不如顺他的意 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 就好好拼一拼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嗯 人呢 什么人啊 你们销售部的人上哪去了 不知道 销售部已经离职一大半了 基本的人事架构已经没有了 公司现在正在招人 可是把人补齐 这需要时间 就算把人补齐了 还要入职 培训 等到人完全可以上岗 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 留下来的人必须重用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是要给他们空间去发挥 还有 销售总监找到了吗 猎头给推荐了几个 我这边正在跟他们联系 我也筛查过了 觉得有合适的 我把资料发给您 可以立马面试 这样吧 在还没有找到销售总监的时候 销售部门的工作 由我来负责 好的 谢谢大家 郭总 大家知道 江城 和潮信的一批老员工 都离开了 这对我们潮信的销售 是一丝重创 我知道各位最近 工作也都挺不容易的 我想问你们 为什么还想留在潮信 在潮信半辈子 习惯了 走不动 邝总 我从没毕业就想加入潮信 这好不容易通过面试 我不想走 公司现在有困难 对我们也确实有点 但还不至于到要走的地步 我知道 各位之所以留在潮信 那是因为对潮信的未来 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份信心 不管是谁走 我们潮信不会垮 我们潮信的销售更不会垮 从今天起 我将亲自负责销售业务 我希望 你们能跟我一起继续努力 共渡难关 谢谢大家 董事长 您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好了 我们一定好了 好久没来锁里了 没想到 居然起了这么多高楼大厦 是啊 现在什么都在变 就连我们潮信 也从过去变成现在 拥有几层楼的大公司了 这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是潮信的跟您 可惜拆了也不知道 要不然 几年前 应该就过来看看 是啊 这些年 我们光顾着 呵护着潮信 慢慢长大了 都过去了 现在想开了 觉得反正该做的都做了 内心也是 无怨无悔 站长 不管你在不在潮信 我们一直都是兄弟 那个 我人离开了我那个股权 委托给你吧 你要不买了 要不帮我转手他人都行 我现在需要钱 行 你给我点时间 你也知道 现在的行情很差 好 没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表 这是我们跟ATG解约之后 我们的销售额度 所占市场不到百分之十 这是我们跟洪科合作之后的销售数据 已经远超之前的额度 在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现在市场上最受客户欢迎的电脑 就是我们惊奇的电脑 好 大家辛苦了啊 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咱们公司才会逐步地走出这次困境 另外 我想感谢周董 正因为你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以及一直坚持不懈 咱们才能博得一线生计 谢谢你 接下来 我想特别地感谢创开 正式搭载了你们公司的游戏平台 我们惊奇的电脑 才能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 迅速地被市场认可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感谢洪总 感谢创开 谢谢 同同事也希望 旌旗和创开今后有进一步的合作 让我们一起 携手遇见 从今天起 高科正式更名为潮信高科 欢迎加入潮信的大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城这一走 虽然我们在收购高科这件事情上 少了一个大的阻力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你是说 他手上持有的股份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将来 将来 对经营权 控制权 都会有影响 现在是紧要管头 绝对不能出这样的事情 我建议 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投资 一来 他们不会插手公司的日常运营 二来 和我们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太难了 投资者只会考虑盈亏 要找到一个 跟我们志同道合 尽心尽力的人 真是难上加难 是啊 商场莫怕滚打这么多年 还能相信谁啊 老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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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在这儿封城街 你怎么样 最近听说 跟经营合作得不错 是啊 这次多亏经营拉了我一把 我们合作的项目 也是刚刚有点起色 我听说 你最近那儿也不太顺啊 江城也走了 是啊 糟了 江城现在留下的股份要转让 我这不是来找经纪谈一谈吗 我也不希望这股份 留到别人的手里 原来研究所的这帮兄弟 到现在还是各奔东西了 虽然各奔东西 但大家还是兄弟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就尽管说 谢谢 我找了一些投资公司的资料 你看看 动作够快的 不快能行吗 你给江城的时间还剩多少啊 旌旗已经持有潮信百分之十的股份了 王永留不愿意再增加了 你啊 赶紧让小彤和我的司机去接孩子 今天晚上咱好好加个班 那我去打电话 嗯 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来了几年了 我来中国已经三年半了 非常好 你来中国是因为喜欢我们的文化对吗 是 我是喜欢中国文化 但是 我来这里是为了爱情 爱情 可以说说吗 这是我在 英国读的博士 然后在那边爱心了一个女的 然后她在 现在在香港工作好几年了 我是来教她的 那你在英国 这个博士读的是什么专业 是 运动交易 我想问你啊 现在在市场上有一种东西叫全能通 和手机差不多 也是八位数的号码 你知道吧 对 我知道 那我想问问你 这个全能通和手机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子的 我是详细的给你说一下 我们黑风投资呢 在中国的金融界深耕已久 投资了许多著名的企业 同时也促进着许多初创企业的成长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们还是有一些成绩的 当然我们不敢说在金融界有多厉害 但是我绝对敢说的是 我们专业专心专精地在为中国的高新企业 提供着帮助和扶持 所以我认为咱们之间的合作 应该是双赢的 黑风的实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之所以我们请柴总来 我们是想聊一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股份转让的细节了 我听说这股份是江城江副总的 他今天为什么没来 是这样 江城已经把股份转让的事 全权委托我们来处理了 如果我们这一次谈判顺利的话 我们也会联系江总 早日促成股份转让 好吧 我们投资向来是以公平合理为原则 这儿呢有两份协议 您二位看一下 我相信 包括两位和江总在内 一定会满意的 宇文总 我就开门见山了 今天其实是有个事找你商量 我猜到了 你请我和老妹吃饭肯定是有事 说吧 我听说你想给公司的员工和工厂的工人发福利 是啊 但是呢 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有的想要车补的 有的想要参补的 一直没想好到底发什么福利 你是有主意了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只要是合理的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咱们公司员工和工厂的工人 一共有多少人 加上我和老妹462个人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需要公司从财务上拿出12万块钱 作为第一笔的奖励资金 之后每年再拿出几万块钱 这个事情就算解决了 怎么样 拿这么多钱 是得上报总公司的吧 这部分的资金我跟姚总申请过 12万 倒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钱方面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 你要做什么 宇文总果然英明了 我的想法是给公司每一个员工 配备一部全能通 包括您二位在内 花费呢 由公司来承担 您觉得怎么样 这种全能通跟手机差不多 但是比手机又便宜得多 花费也不贵 通讯时代信息的沟通很重要 这种福利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怎么样 宇文总 我倒是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宇文总 请你相信我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我先考虑考虑吧 好 来 吃饭 周董 您能回款了 而且是一次结晶所有的签款 同时 他们又打了定金 预定了一批货 这么快啊 必定是龙头企业 说回复一下就回复 真的很感谢您 周董您知道吗 您让我在这个时候 及时地改变了思维 所以便就像是一层窗户纸 只有捅破它 光才能打进来 这个还给您 民通的钱一打回来 我就用他们的钱 把您的股份都解压出来了 而且是免本带利 这个先放在公司用 等我们的元气 彻底恢复了以后 再还给我也不值得 谢谢周董 但是咱们公司的元气 现在正在慢慢地恢复 我们现在周转的资金也都够 所以这笔钱 一定要收下 谢谢您 用这样拨命地坚持 帮我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所以您还要继续 担任我们旌旗的董事 好好地帮好 我们一起努力 共装旌旗的未来好吗 好吧 我收缘了 拿去 可以 你 可以 假eed 你 少年 感谢您把潮信的股份承让给我 您就放心吧 江副总 您看看我们项目总占地四百二十二亩 整个小区的绿化和环境都是非常好的 不错是不错 就是这价格还是有点 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了 绝对超值 怎么样 梅总 行 先给我补两万的仓 可以啊 梅总 够敢瞎的呀 这不行情好吗 多赚点 我这攒钱买房呢 梅总 你要买房 娶媳妇当然得买房了 梅总 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 要娶媳妇了 也不跟兄弟说一声 站着你得喜气 放心 到时候少不了你 好 梅总 既然你把我当兄弟 给你透露一个内部消息 保证你赚大钱 你父母上班在这儿干吗呢 我在这儿弄资料 弄资料 来 来 婚前协议 我这还没写好了 怪不得你这偷偷摸摸背着我呀 原来是在写这个呀 那作为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和你的女朋友 这种合同 是不是得让我来啊 对对对 那请你过目吧 第一 本协议以双方自愿组成家庭 并以婚后家庭和睦生活幸福为最高准则 小点事 二 婚后男方负责包揽所有家务 女方负责监督男方做家务 对 三 婚后男方不得与女方发生任何的争论 一切分歧以女方意见为主 是 四 婚后男方所有财产自愿转入女方名下 你看行吗 十三条 那我再加两条呗 别别别 我的意思是 别说是两条 就是两百条 两千条 你想大家多少条那都行 只要你都可以加给我 等着我 嫁给我好了 哎 你干嘛把她撕了呀 你是我最大的包串 哎 我可轻弱 我可 teói 同志 怎么样这外面的风光 真аков 咁呢 这风光可值钱了 昨min3 坐车有点累了 是有点远 但是请看外面的风光 无限美好 如今这才最值钱 那种啊 好忙 这里面呢 现在还没收拾啊 看上去也是有点简陋 但是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这桌子上将来放着 一台一台崭新的电脑 那就不同了 我们就了不得了 可以干事业了 其实呢 这个地方最吸引我的就是 那边有个小街儿 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啊 那小房间啊 我准备将来 把它做成一个 头脑风暴曲 里面茶水 咖啡 点心 按摩椅 一应俱全 只要你呢 太好了 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 啊 或者是想深层思考的时候 就去哪儿 或者是干脆就是累了 我想放松一下 我想安静一下 请去那里 好 我相信咱们劳逸结合 一定会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嗯 怎么样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地儿还可以的话呢 我就把它租下来了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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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真的很好啊 不错了 真的很好啊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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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经历过白手起下 对 对 游灵开始 从无到有的日子 同志们 我相信 我们所有人合成一股劲 发挥最大的智慧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从此时 就从此地开始 向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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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没听见啊 怎么了 我来还不欢迎啊 没有 不就是 我这儿太乱了 我本来想就是 把它装好了之后 我再请你过来视察的 好 蔡蔡 正面还是反面 其实我猜了一晚上 一次也没猜住 我们 不论猜正面 还是反面的时候 我们都要纠结很久 但是我们又不能全选 就像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一样 永远没有第三种状态 只有接受和逃避 蒋成 其实你别看 你有时候是点亮当的样子 但是你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是充满智慧的 你在我心目当中 你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我佩服你 所以只要你坚定你自己的目标 坚定你的信念 你一定能成功 就像这个硬币一样 其实你不用管他正面还是反面 只要你坚信你自己的目标 坚定你的信念 无论你选择哪一面 都是那最正确的一面 我相信你 有消息你对小姐 真的没有第三面啊 要是立那呢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立一个看看 这些年 变化可真大 很多地方都拆了 可这还没有 还是老样子 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 但是外边都变化大了 该拆的就得拆 该拆的就得拆 这些地方还是老样子 换成现在的新的高楼大厦 新的高楼大厦虽然好 可不如咱的执行社有味道 我把这个交给你 你给我这个干嘛 这个时代的事情 就应该交给这个时代的人来做 其实我早就应该交棒了 可是我一直在想 我现在是老记福利 再追追 再学一学 可以再燃烧一把 可是现在是蜡炬成灰 泪是干了 人老了 就得扶老 不用想了 不用想了 再远的东西啊 我这老眼昏花的也看不清楚了 要是再这么待下去的话 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周董 您别这么想 您的智慧和经验 对咱们公司帮助非常大 即便您现在不负责具体的事物 但您监督公司的运营 多提宝贵的意见 这些都是好事啊 更何况我已经习惯了 有您在身边 帮助我 指导我 甚至是督促我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不同意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公司的领导人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你身边 希望能帮上你 现在想想 反而是害了你 因为有些指导和督促啊 恰恰是影响了你的发挥 我今天把这个帮交给你 你的担子会更重的 记住 不管以后不经历了多少风雨 一定要使旌旗这枚旗帜 漂亮下去 好吧 忙去吧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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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